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动物圆益和福利近年越来越受关注 养宠物要考虑对它们一生的责任 拜拜 这个本地农场养的鸡不是要来买的 希望在一个开心的环境里可以养它们 近年多了野猪走入社区 如何对待这些不速之下都引起争疑 野猪表面看到它很顺利 实在是恐怖的 是很恐怖的 一直以来野猪被吊光化了 觉得它们是红水万寿 当动物已经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市民又可不可以和它们和平共存呢 在沙田大围山边一带 几乎每天黄昏都有野猪下山觅食 猪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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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嗨嗨 覺得牠們可愛 因為牠們全身灰色 看起來很軟軟軟 牠們是我最寶貝的動物朋友 豬其實沒什麼傷害到人 你不攪牠 牠不會把你弄好 讓牠們看 開心一下 你見牠們在掘泥 在吃植物的根部 這些小豬還未成年 估計可能… 王浩賢是香港野豬關注祖的幹事 一直留意各區野豬出沒的宗跡 這個山頭有幾隻小野豬 過幾月前走到山下的顯景村 有人報警求助 最後漁護處派人捕捉 不過捕捉不到 王浩賢認為沒有必要捕捉野豬 動物本身已經是弱勢 野豬其實是弱勢的弱勢 牠們的生存權 本身都已經受到剝削 市民對牠有個誤解 顯景的街坊 你們好 大家看到野豬千萬不需要驚慌 亦不需要報警 這一天 野豬關注祖就來到顯景村 賦予街坊遇到野豬不要隨便報警 很多市民誤解了他們 很有攻擊性 報警 結果漁護處過來圍捕小豬 漁護處去圍捕野豬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令牠們受傷 甚至最極端的例子就是人道毀滅 從沙田望庫石看下去大圍 可以看到沙中線 淚水廠等多個工程地盤 本身是生態導賞員的區議員吳錦洪認為 大圍社區近年多了野豬出沒 可能跟這些工程有關 其實城市發展就會令到野豬的棲息地被收窄 迫使牠們會向下移 事實令一些比較熱心的市民去餵牠們 這裡就引牠們下來 住這裡的特性 我認為居民接觸牠們的機會是多的 有時候黃昏的時候 我們都擔心這些豬 就會出馬路被車撞到 現時香港有兩支民間志願野豬狩獵隊 都是早於70年代成立 必要時可以合法射殺野豬 舊時野豬是在裡面的 在裡面的 不出來的 陳庚是西貢野豬狩獵隊的隊長 他說他們出動時不是看到野豬就殺 我們有個方法 趕回牠們入新區 襲擊我們的時間 我們證明野豬不射殺牠 對社會有破壞 我們被迫要射殺牠 穿著你憑什麼條例去殺野豬 我沒有殺牠 陳庚說 狩獵隊每次都是魚戶處接到投訴 牠們才奉命出動 不過近年保護動物意識高漲 狩獵隊射殺野豬的行動 多番受到阻撓 最近石澳哥爾夫球會就向魚戶處投訴 場內有野豬出沒造成破壞 過幾星期前 狩獵隊本來奉命出動 不過最終取消行動 陳先生 據我們所知 今天魚戶處已取消了 今次的狩獵行動 為何狩獵隊仍然會出現 為何我們今天不來打的原因 三天都沒有出來 不是你們軍事組 叫我們不要來就不來 不是 對 過耳呼球場的豬造成了甚麼 過壞的草屁 這樣就要殺? 不是,你先聽我說 不是這樣殺,不是這樣殺 弄壞的草屁 他們打球的那群人士 是否有個危險性 他們衝了就知道 弄聲的人又怎麼辦 我們狩獵隊不是濫實無辜的 魚戶處數字顯示 兩隊狩獵隊在過去三年 總共射殺了一百一十隻野豬 我們反對牠們這樣做 不想牠們用野蠻的行為 去傷害我們社區的動物 關節小組那些 牠們可能沒有受過野豬攻擊 牠們就說 你們這樣做不對 多數市民都很擁護我們 叫我們無論如何 都有幫牠們的 西貢壁屋寸居民 兩個幾月前 就曾經向狩獵隊求助 這裡全部都是野豬 擔垃圾站的垃圾桶 那些垃圾桶出來的 狩獵隊協助解決問題 不過在野豬關注組反對下 狩獵隊唯有取消行動 現在食環處安安 現在可以了 問題現在暫時得到解決 因為食環處最近 為垃圾站安安安安安安 那些野豬進不了去 拿不到食物 走人 成重光認為 長遠來說 都是要找狩獵隊幫忙 野豬的繁殖量真的很高 我們這個大豬 我相信有二三百 即是那些豬蠟 一隻豬一連兩鬥 裡面每一隻豬蠟 每年三八隻 幾個 成重光的叔公彪叔 同樣住在西貢 大家看待野豬的心態 明顯有別 他說野豬這麼多年來 都是他的隔離鄰舍 我現在保持一小量給牠吃 維持過了冬季 這個艱難的穩飾期 Tommy 彪叔口中的Tommy 是牠四年前收養的 受傷野豬仔 三年前有人懷疑牠 約束舉報牠 幸好最後法庭判牠無罪 我比較頑皮 我狗仔的去對付牠 帶牠到處玩 有一天被人說我約束 我會緊張 跟警察緊張 就抓了Tommy回去 後來Tommy被放回野外 現在他偶爾還會帶著一家大小 回來找標叔 Tommy回來了 剛剛回來 你肚子餓到牠 回來了 扭牠的耳朵 扭牠的耳朵 當牠是兒子 牠初時小時候更有趣 我叫牠坐下來 躺下來 牠都會聽 標叔認為 野豬正常來說沒有攻擊性 沒必要叫野豬狩獵隊 去射殺牠們 你敲爐敲鼓 拿個盆來敲牠都會怕 馬上走 香港目前究竟有多少野豬 數目是否不斷增加 魚護署並沒有統計 家道里農場的野豬專家高寶賢就說 野豬翻土覓食 對山林的生態發展有重要角色 在沒有明確數據支持下 不應該透過狩獵隊 射殺野豬來控制牠們的數目 不過他警告 野豬始終是野生動物 行為難以預測 加上體型龐大 香港的成年野豬 體重可以達到120至130公斤 熊性野豬更加有獠牙 人類近距離接觸 有機會構成危險 你看,那是一種輕鬆的打 那是一種輕鬆的 那是一種輕鬆的 然後它反映得很快 所以讓牠們輕鬆 從輕鬆和放鬆 到一種更嚴重 但他說 市民仍然可以保持距離 去觀賞野豬 過去多年 只有幾種野豬傷人個案 都是輕傷 如烏處說 驗證試驗先麻醉再野放的方式 處理野豬滋擾的個案 曾慶祥稱號非鷹 致養鷹母是牠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開工都有鷹母相伴 第一隻是我自己買的 當年最初的時候 接著這兩隻都是別人遺棄的 這隻更誇張 主人可能只買了幾個小時 便遺棄它 原來很大聲吵 嚇到牠不得了 香港人養寵物種類越來越多 鷹母是其中之一 不過 非鷹發現身邊有不少人棄養鷹母 它是一個鷹母愛好者組織的負責人 經常會接收被遺棄的鷹母 非鷹的家裡還有三隻鷹母 都是鷹母蛋孵化出生時 開始揚導耳隔 不用怕… 九歲的二十四獅 開… 乖 十歲的一座 剪了形 對,我知道這裡 還有五歲的小丙 當然牠一定要很信任你 牠才會這樣給你和牠按摩 譬如牠來說 牠像三歲的小朋友 牠還是很需要你 只要在你身邊 牠已經很滿足 非鷹和太太最高峰時 養了十幾隻鷹母 當時鷹母對牠來說 就好像用來懸要的物品一樣 很想擁有 對,很想擁有 我們還不知道那隻品種 究竟適不適合我們 總之想擁有牠 有這樣的錢 有這樣的能力 就去買了 現在牠們的家裡 除了有三隻鷹母 還有兩隻蜥蜜 幾隻龜 原來相比以前已經少了很多動物 開頭養任何動物的時候 養完一個禮拜 一個朋友 我養給你 你拿回去玩 我又喜歡你那隻兔子 這些動物可以換來換去 沒有想過牠們的感受 我不單止不可以說一個好主人 可以說是一個極衰的主人 非鷹兩夫婦說 自己養寵物的態度 近年出現很大的轉變 由初初用來懸要 到現在學會尊重動物的生命 轉變是源於牠親手協助 小鷹母孵化 正常牠應該是自己破殼出生的 但是因為牠頭尾調轉了 那個位置錯了 牠就變了破不了殼 其實牠那時候已經懂得喊了 牠是一個生命 如果我們不救牠 牠這條生命就沒有了 最後牠們成功幫助小鷹破殼 但接著要令牠繼續健康成長 就要花很多心思 牠們比照顧小鷹更辛苦 最初要兩個小時餵一次 左一滴右一滴 這樣慢慢和牠們淋漏 如果集中在一邊 牠可能令牠的嘴咪 第一次在地上走 接著一家人看著牠學走 小兒子心仔還教小鷹怎麼玩 可以說都是在同一個家裡出生 一起玩好像一個兄妹一樣 很開心 好像照顧大個寶寶一樣 厲害 你看牠現在 因為我摸牠 牠完全是很安心的 所以你不可能會離棄牠 菲英經常和一群雀友 一起分享養鸚鵡心得 曾經被鸚鵡家族 分散的成員重逢 菲英養的小炳 牠的父母及哥哥、姐姐 就是劉先生所養的鸚鵡 牠那時候已經有兩隻 一有哥哥、又有姐姐 牠不想牠父母又湊得那麼辛苦 我們家裡又有呼蛋器 牠就送了一顆蛋給我們 牠現在是我的孫女 牠媽媽就是我的女 可能以前覺得動物是… 可能會心裡都說是低一等的 但現在感覺上好像一家人一樣 會平等一些 鸚鵡很聰明、很喜歡玩 養鸚鵡可以有很多樂趣 但同時很多人也忽略了鸚鵡 還有很多特性 好像聲量大、情緒難觸摸 未必人人接受得到 沒有好辦法 尖叫一定會的問題 我們怎麼訓練牠 這是天性 牠的溝通 你不能夠滅絕牠 如果我們用人類來形容牠 非鷹和一群雀友 經常透過不同活動 傳遞正確飼養鸚鵡的態度 有些人見到很可愛、很聰明 就馬上買回家 之後才發現原來有牠的閉處 才棄養 希望別人不要棄養 牠說要找負責人的領養者 一點都不容易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 這隻雀很貴 如果要買 既然不用錢 是否也要先養著 幾大刀 我的首選 要那個人 起碼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第一 第二,肯定要這個人 不會拿去買 金剛天堡是來自南美洲 你猜一下 一隻藍王金剛天堡 最長可以有多少歲 1080歲 1080歲 最長的有1080歲 謝謝 近年多了人喜歡養寵物 不過有不少人出於三分鐘熱度 令寵物得不到適當照顧 甚至被遺棄 菲英說 無論是養鸚鵡 或者其他寵物 事前一定要想清楚 我們養一隻寵物 不可能可以決定 同年同月同日生 同年同月同日死 通常來說 就要家人繼續 我自己也要靠兒子 一直讓牠接受 一直讓牠玩熟 希望將來 萬一我們不在 牠可以跟牠 有人養寵物 領悟對生命的尊重 有人養雞 不是為了食用 來年是雞年 雞作為食用家禽 活幾個月 很可能就成為人類的食物 但牠們的福利很少人來回 一般工業式生產 其實衛生情況很惡劣 另外因為牠們沒有走動 很多時候都要剪掉牠的嘴 因為怕牠們打架 但在粉嶺嘉道里農場的雞舍 養了近二千隻雞 每隻都是走地雞 希望在一個人道的環境裏面 可以養牠們 完全不是說我們要追產量 或者是很工業式生產那種 牆裏面放置了很多個砌架 都是因應雞隻的天性 量度身訂造 沒有雞要生蛋 就會自然來到這些特別設計的蛋箱 這裡養雞的目的 不是要放在市場出售 而是要為了保存香港的原生雞種 目前嘉道里農場 一共有四個雞品種 當中混種而成的大埔白牛石雞 就是七八十年代 香港主流的肉雞品種 譚業成說 保存更多基因資源很重要 可能是應付未來病害爆發的關鍵 因為很多單一品種的飼養 其實有些病是針對某些品種 多些基因就多些不同的可行性 萬一有些病害是很大爆發 可能我們手上還有些基因 是會對那些病害 是沒有那麼容易受到它的侵襲 這裡的飼養方法雖然著重動物福利 不過牌照規定雞隻的數目上限 所以農場在雞隻歲半至兩歲 完成生蛋流種之後 也要將雞人道毀滅 繼年將至 有多少人會像嘉道里農場 那樣關注自養活雞福利呢? 而愛護家中寵物相對容易 不過對待野生動物 好像野豬一樣 因應城市發展而被迫走入社區 香港人又是否願意跟牠們相容共存呢? 基本上你不擾民 都沒有人理會你們 我們即使不愛牠 都不要傷害牠這些動物 尊重牠們的生存權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我們不用操縱了 在這方面 你不要生氣 就覺得 我們在這方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